想跟議員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是否有同意說 黨內好像希望說 您跟有時候議員不要再打 金華城的部分了 然後給我說是不是有點耽誤打擊 你怎麼看現在是真的黨內有這樣的負荷 黨團啊就是 這個豐昆琦這個總召啦 他有一些為難 因為還是他們立法院還是要合作嘛 可是我明知道他的為難 我們很清楚啦 有些事情太 好 前面一點 有時候就是立院黨團要合作啦 當然跟我們追這個案子 或許有些汗格之處 可是這個也要分開講就是 這台北市的前市長的弊案的貪污事件 我們身為任何黨派的市議員 我們也必須追嘛 也沒有選擇啦 那這一點請這個副總主要體諒一下 有聽到黨中央這邊的態度嗎 黨中央好像 我這邊完全沒有啦 就是朱主席跟 就是江俊廷他的辦公室主任 他們都沒有找我 我這邊黨中央部分 我沒有壓力 沒有任何壓力 然後想要問一下 因為之前柯文哲是說 他選前 選後去過一次 陶駐影員唱歌 但現在又被爆料說 他在大選期間 9月30的時候 就有去陶駐影員 單獨的訪客紀錄 然後雖然被指引說 是不是其實根本不只一次 還是說 柯文哲的那時候記者會上是在說謊 說謊啦 我的了解大概去三次啦 就正在過與不過有沒有那個執照那時候 一次嘛 然後選後一次啦 選前又一次啦 就兩次在總統 一次在市長任內 大概這樣 我們接受到的檢舉是這樣 對 我想問議員 其實他自己說他去訪美之前 就是去陶駐影員之後就去訪美了嘛 然後手機還弄丟了這件事情 會不會覺得 欸 弄丟這件事情有點巧合 然後還把他 弄丟之後還把他雲端資料全部都閃電 因為弄丟之後他會怕嘛 因為雲端這個東西是 因為他有記帳的習慣 其實你們 其實有時候有報導 有一些出入什麼你知道 小錢是陳佩自己管 大錢是自己管 大錢自己管喔 我先講 他很喜歡記帳 而且他很認真的記帳 而且他記性很好 像男人應該大啦啦 有時候錢會忘記 他錢都很清楚 你看什麼一百萬的 一個什麼廣告公司老闆 五十萬的食品什麼 他都記得啦 所以簡單講就是 其實他對於他自己的政治獻金 對於這個金華城給他的錢 對於木可的錢 對於政治獻金 其實他都是非常清楚 真正的大帳房 應該是他自己 小帳房是李文娟 這樣講的你們就聽懂了 對 對啊 議員想請教一下 那個邵修佩現在關鍵的證詞 等同是承認容積違法的放寬 那對柯文哲會不會是一刀斃命的證詞 那對彭正恩是不是也滿不利的 非常不利 邵修佩這個位置太重要 當時在2020 2021那陣子 大概一年給他過 邵修佩是誰 他是政工程師 因為許阿雪不碰這個事 許阿雪從頭到尾反對 就副局長反對 然後呢 許阿雪也不去做那個 都委會的委員之一 因為副市長 副局長一定是都委會的委員 尤其許許阿雪這個角色 那他一直跟阿伯講說 這個違法他不要碰 也跟彭正恩講 也跟黃姐茂講 然後所以就變成 邵修佩角色多重要 還變成第三號人物 就他得中覽這個事情 而且他是 這個都發局跟都委會的 聯繫的靈魂人物 所以邵修佩他的角色 他的作為 然後他中覽全局 其實對於阿伯跟彭富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只要他咬到底 那會出大事的 對 那想問一下說 金華城是否可能會面臨停工的狀況 這個就看 李四川副市長 跟蔣灣市長 是不是蔣灣 脫胎換骨 等大人 這個案子考驗他 這案子當然很難處理 等於是柯文哲 丟了兩個爛攤子給蔣灣 第一個就是漁果改建 第二個就是金華城 到底要不要停工這事 你不停工的話 舉世化然 一定民調會受到重挫 可是停工的話 這個中共一定會告國賠 所以那我的建議啦 就是他們現在心情要 他們心裡一定要有定靜 我們來支持你嘛 起訴就停工嘛 而不是一審判決才停工 為什麼我這樣講 在一年半就完工了啦 一年半喔 這個就蓋好了 這四棟大樓 價值一千億的大樓就蓋好 那你今天一審判決會拖個兩三年 定業會拖個十年啦 所以當斷則斷啦 我真的強烈建議喔 不要讓蔣灣受傷 強烈建議蔣灣起訴就停工啦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啦 對 因為我想問一下 這個四千三百萬的商辦啊 就是如果不是說 檢方到現在都收口儒品 沒有外洩資料 那是不是就代表說 其實根本沒有從陳佩琪的 銀行帳戶裡面 查到相關的匯款金流 如果說他真的交代的清除卡 為什麼他不要秀出相關的紀錄 要證明說這個錢 是來自選舉補助的 他今天喔 他就拿不出來 他61萬拿那個是什麼概念 61萬是棄稅抽6% 他等於是 他買這個房子是有成交的 這我同意 只要拿出棄稅 可是我要請問陳佩琪 第一問 你61萬只代表 阿伯買這個房子 然後繳了 以61萬為基礎 繳了差不多四萬塊的棄稅 大家都知道 買賣房子 房子的房屋稅是要買方繳 而賣方會繳幾百萬的地價稅 那是陳姓兄弟 這第一個 你只代表 你有買這個房子 你繳了棄稅 第二個 然後請你拿出私約嘛 因為私約很清楚 就你們不要做 百公百業的殺手 怎麼說 你看你們搞一個政治先進案的話 段木正 那個快捷師就出事了嘛 那這個如果是假交易 不是4300萬的話 那那個地震市也有問題 因為地震市如果做假買賣 跟你報的這個 跟你報的死價登錄4300萬是不一樣的 那個是會撤照的 也會很可能還會坐牢 所以百公百業碰到他們家的事 都會出大事 各行各業的人 第三我請教你用什麼錢會的 你就拿出來嘛 這是你的癥結牌坊 今天有三種錢 第一種錢如果只有一種 一種錢不犯法 就是7300萬的30塊一票的 總統補助款 然後會了4300給陳姓兄弟 那用其他的錢或送的都是違法喔 所以已經15天了喔 陳佩琪還是沒有交代清楚這個事 金流跟四約趕快拿出來 對 議員想再加問一下 現在這個金華城的狀況 包含了下條子等等 他們好像都用一種變形的方式 要來放寬 來符合金華城要的這個840%容積 現在我跟你講啦 阿伯就是省心機的快遞啦 然後彭正森就是阿伯的快遞啦 然後這個違法他也給他過他要840嘛 就是所謂的刀叉吃人肉 就是市長跟土地財團這樣的勾結啦 然後掏空四庫 可以這樣說 好 然後這些公務員很可憐嘛 一個壓迫一個嘛 然後省心機如八爪章魚 用了議員用了退休的 那個副總工程師吳順明 用了前市長黃大洲 然後用了前局長叫朱雅虎 只為了一件事情 就讓他多賺500億 然後這個 柯市長那也跟他合作 而且合作的過程是違法 而且還壓迫 他壓迫洪正森 洪正森就壓迫下面的 然後這個 吳順明啊 然後邵秋佩這些 又幫他從中奔走啦 穿梭 然後這個朱雅虎也去找議員 也去找官員 他也很熟 他是好農民時代的副總聯絡員 他人員也很好 所以這事情就變成四方 四面八方的人只為了做一件事 就是違法通過 讓他賺了500億的容積 一個是200億的容積獎勵 還有容積一轉給30也太多 我認為最多只能給15 8萬坪的量體給那麼多也有問題啦 然後最後一次的開會通過了28的容積獎勵 也有委員反對啊 那什麼叫共識決 現場有人反對啊 難道一定要這些都審委員翻桌子 然後衝去打主席 這個才能停嗎 還是很多人反對 已經換掉反對派很多了 現場還是有人反對 彭正森依然用共識決通過 我覺得這是違法非常明顯 那公務員覺得在好農民時代的時候 熟土有責他們很光榮 在柯文的時代違法放 他覺得他們虧欠了台北市的人民 可是他們又沒辦法 你就不能 不然你不做你就沒工作了 也不能辭掉公務員 也沒有罵養老等等 所以他們很苦啦 在柯文的時代了 又被壓迫 那又不想放 那又必須放 變成這樣子 議員我們想要問一下 有關那個金流的部分 就是現在不是傳出說 陳佩奇可能涉嫌一起 以前總共分了很多幣 然後總共存入了600多萬的錢 分別進到就是三個子女的那個戶頭 那減田追查就覺得說 這個點又可能是 柯文哲從土力轉為收賄 怎麼看陳佩奇自己講法四次翻供 他四次翻供 他把至少600多萬 然後去了64每次存10萬20萬 就是匯到 在ATM匯到 拿現金去存 匯到她子女的帳戶 其實這個就是洗錢了 然後又出現第二筆錢 叫1500萬的金流 然後也有錢弄到募客 那另外請檢調追查的是 好多筆 你記不記得好多筆是99999 那些是不是 省慶金 金華城 中華工程公司的員工 用自然人的來捐 是等於省慶金 弄成人頭 這就等於他人頭 這個也是 我認為是檢調追查的重點 檢聯追查的重點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